王小飞与大S结婚十年 育有一儿一女儿 家庭生活也算十分美满 在遇到王小飞之前 大S是娱乐圈公路的狠人 十七岁出道 没有过硬背景的她 从化妆 试衣服 对街商 眼前合同等等 都是自己情理情为 硬生生的凭借着一股狠劲 闯出了名气 在她的世界里 是没有人可以让她 牺牲掉事业 退居家庭的 最痛的是什么事 最痛应该是我自己 把自己的肉剪掉了吧 然后有一次就不顾许妈妈反对 我就穿了肚臍环 然后因为那个肚臍环 他们就警告我说很容易发炎 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环旁边 多出一块红色的肉来 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东西 是血吗 然后一擦 那个肉就被我拉开来 然后小孩在旁边就看到就傻眼 他就说你赶快把肚臍环拿掉 我就说我不要 我好不容易穿我绝不拿掉 然后我就想想看 拿出夹子给你剪刀 就把那个肉拉起来 用剪刀剪 然而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 遇到了汪小飞 戴S和汪小飞只见过四次 就决定要嫁给她 想当初戴S和老公汪小飞结婚以后 几年没有怀孕 也是急坏了家人和他们自己 于是呢就开始了漫长的求辞之路 也是四处寻医问药 烧香拜佛 据戴S回忆 那个时候的他们非常恩爱 也没有这么多事 每天过得很开心 一起幻想以后的日子 后来他们有了女儿 接着呢又有了儿子 但是现在却变得一点都不开心 两地分居惨淡收场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戴S和前夫汪小飞之间的感情 走到了终点 网友们唏嘘戴S十年婚姻生活 竟然以这样的形式分手 同时呢也尊重戴S的选择 姐姐你吃没关系 我偷吃 不吃虾 你我不喜欢剥虾 我把你剥 不要 不要 千万不要 小杰吃虾我都会给他剥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都是我爸剥给我吃 我爸不在之后我就不吃了 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 男人帮你剥 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 他如果不帮我剥我也不讲 他如果帮我剥我就吃 戴S曾经表露过心声 希望王小飞一定要比自己过得更好 但无论怎样 自己都一定要抚养孩子 据知情人士爆料称 王小飞和戴S离婚之后 他们年仅七岁的女儿 说出一句话 表示希望爸爸妈妈不要离婚 这真是让作为妈妈的戴S 瞬间泪目了 看来大人之间的事情 最终还是连累到了孩子 好在他们两个人都保留住了 最后的体面 戴S发文表示 两个人协商好 以朋友的身份 共同肥要孩子 孩子呢 暂时跟着妈妈生活 但以后孩子愿意跟着谁 会随着孩子成长 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 现在重来一次 在同样的场景 你还会这样闪魂啊 你还会选择你家里少 会啊 要不然我怎么 我就不会有小月儿了 目前为止 没有后悔 当然不会后悔 我女儿这么可爱 我女儿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礼物 本以为戴S和汪小飞能够各自安好 可是两个人离婚之后 关于感情方面的新闻一直都没有断过 汪小飞这边被质疑和娱乐圈一位女明星存在不亲不楚的恋爱关系 尽管汪小飞这边否认了 但是不少网友也已经默认 小S说过戴S心里一直都放不下汪小飞 没想到仅仅才离婚三个月的戴S 就和初恋旧情复燃了 突然宣布结婚了 哇哦 不少网友感叹 戴S果然是个闷声干大事的人 与汪小飞在去年11月22号官宣的离婚 如今才刚刚过去三个多月 速度之快 令人震惊呢 前任就是要断就断干净 人生不要托你戴谁 尤其在感情上 我的姐妹都觉得我这个人挺疯狂的是 我的感情轰轰烈烈 可是我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 然后连我自己很痛苦很痛苦 觉得我怎么会那么有种做出这种决定 但是我还是会用理智来面对我的人生跟感情 戴S宣布结婚的消息 在女神节这一天迅速登上了热搜 其实离婚是为了幸福 同样的结婚也是 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只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戴S这次的结婚对象呢 竟然是20年前的初恋聚军业 那其实小编蛮佩服戴S敢爱敢恨的态度 只是放在普通人身上 才刚离婚就立马接受新的人 很多人都要有缓冲期啊 可是戴S呢明显不一样 直接跳过了恋爱的流程 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前男友在一起 虽然我也难理解这种快速结婚恋爱的行为 但是戴S的这种魄力 我还是蛮认同的 戴S已经是一个45岁的女生 这样的年纪的女孩 一般呢会用成熟的方式思考问题 不会轻易投入 就如同她今天乖宣的发文 人生无常 我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答案你为什么不去做选择 因为他们不敢 缺乏勇气 你有种 对 一定要有种